M品牌活動之一的香港綠人版球賽2024時加7年強勢回歸 一連三日在九龍天光道遊樂場舉行 今屆賽事吸引了12支來自世界各地的隊伍來到香港競技 世界排名前10的其中8隊都會良上 包括世界一哥 印度 首日賽事東道主港隊被編在A組出戰 揭幕戰隊南非 憑著隊長Nasaka Khan打出6次6分打攻勢 合共六得45分 以92分完成6個回合 可惜世界大陸的非洲之師南非得分點比較多 最後以94分超越港隊92分 並以3個Wikers的差距獲勝利 港隊第二戰分組賽對陣另一勁女紐西蘭 隊長Nasaka Khan5次6分打出色表現以125分完成上半場 並以出色的防守限制對手得分成功晉級8強 8強遇上B組首名兼世界排名第二的澳洲 澳洲火力驚人 一共有4位球員得到雙位數得分 以129分 三人春局 完成上半場 隊長Nasaka Khan繼續神勇表現 全場得到7次6分打 一度追貼澳洲隊 可惜去到第六個回合 港隊受制於對手投球 只得到10分 最後以106分完成6個回合 以13個考分的差距輸球 無緣進級杯賽4強 Safariya賽事 先有碗賽決賽 有阿曼勇賽英格蘭奪碗 而碟賽方面 由南非贏阿聯由封王 至於押逐杯賽決賽 由斯里蘭卡鬥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憑著出色防守限制對方得分 令巴基斯坦6個回合只得到72分 更加被斯里蘭卡的投殺及接殺令4個人出局 以72分及6人出局完成上半場 最終斯里蘭卡以76分 三人出局完成賽事 以3個Wikis的差距奪冠 在球迷尖叫聲下完成比賽 獲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頒發的N品牌活動 標誌著緊張 精彩 刺激的大型體育活動 有MAR標誌 就是香港高水準的國際大型體育城市